与个NBA三巨头中谁是草帽三兄弟赤诚一片 谁是海军三大将各怀鬼胎 请异议对应了 草帽三兄弟赤诚一片呢 草帽三兄弟约席 这家这个波特和加美尔姆雷 这不就草帽三兄弟吗 他们几个确实心水里边都是定型 也就是说呢 都有具备 就是说在通缉榜单上标明挂号能力 再者这奥隆格等呢 就如同是愚人 慎平这个阿隆格等 之前那会儿他也是外来的 然后来了之后呢 站立这块不见得逊色于这个三级四 不见得逊色于三级四 现在外界也认为这个阿隆格等啊 是对内的三号当家 但是麦克波特呢 对此也没有意义 也不会提出自己这样一种 这个不服不愤的情绪 也不会 所以这个三兄弟是绝金三人 至于说海军三大将啊 三大将像这个 智姆格和霍勒迪 再加一个米特尔队 智姆格就次选嘛 做事不择手段 平时也是不出几 一旦出几的话 那就是绝户计 霍勒迪呢 有他自己内心当中的正义 就是防守动作绝对干净 打的都是文明球 他有点类似于 倾制 现在霍勒迪据说也讲了 就是说这份合同结束之后 有可能要选择退役了 他可能说也是身子 之前独得冠军过程当中呢 有些事情发生了 也受到对方的原谅了 但是他内心或许呢 没法感觉就是这种行为 符合自己心中的正义观 所以现在他就是要归眼了 这是霍了敌 米德尔顿呢 就是黄元嘛 因为米德尔顿 天性属于哪种呢 竞争心不是那么绝对的强 尤其现在这个 自从岁数大了以后啊 也是一身伤痕 所以比赛场上呢 不像年轻时期了 那般这个冲杀在前呢 引领四足 现在就是滑一滑水 偶尔打击上比赛 感觉身体有样 立刻就歇这么三道五场 这是米德尔顿 他有点像黄元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